《無線深夜劇場》大年初一 將一年三集播放《多功能老婆》 其實《深夜劇場》一向是舊劇重溫時段 除非有特別續集將在《黃金時段》播放 《深夜劇場》才會重溫指定前作 而今次《多功能老婆》首播日期為2019年11月 距離現在只有14個月 這個情況比較罕見 楊千華為《無線》拍劇的次數並不多 不算客串 她總共參演過的只有六套 包括《外府不怕做》、《微微情緣》等等 但每次無線邀請她拍劇 都是擔任重要的角色 最主要是因為她有觀眾緣 但有網民認為 如果是重播楊千華的其他舊作 或會更加吸引